這麼的始終如意 而不會出來的東西很跳通 對 就變位了 OK 童話的一個房間 沒錯 這是誰的房間 Tippany的公主房 Tippany 她小女兒對不對 是的 但設計師 這個女兒房空間不大 但是收納超強 是 沒錯 千允在妳的右手邊 妳有沒有看到一個 Tippany的專屬衣櫃 有耶 她的名字呢 對啊 她的名字 我也有利用了雷射切割 在烤漆玻璃上面 OK 看一下這個衣櫃的收納量 很強吧 好大喔 是啊 而且這邊是做到底 可以掛藏的衣服 沒錯 還有哪裡有收納 還有我們的後面有一個仙櫃 然後再者我們的床下方 也有收納 有三個抽屜 這大抽屜拉開給放東西 沒錯 另外這邊我看到 其實進門口的左手邊 也有一個收納 對 有一個展示櫃 可以兼一個收納 房間小規小 該有的可都沒忘記 沒錯 另外我覺得這個床架的部分很好 是 現在是單人床 沒錯 因為我們後方那邊有一個 多的一個二十幾公分的收納櫃嘛 將來它變成雙人床也有可能 就把墊子換掉就OK了 這房間不大 我覺得有很多地方 可能是因應它原來屋子狀況的考量 就好比如我喜歡你這個布曼架的方式 跟天花板的方式 是 由於因為天花板上有一個梁 所以我利用了天花板壓力一點點 然後做了一個弧度 弧度上面又訂了一個造型線板 線板下方 因為我會想靈造一個公主的感覺 加了一個布曼的蓋板 然後再加上這個浪漫的臉 所以把它靈造出看媽媽想要的公主法 其實是媽媽想要打造給女兒的公主法 沒錯 沒錯 兒子的房間選用藍色作為主色調 書桌再加上藍色的烤漆玻璃 桌角同樣也有美觀的弧形 入口的展示櫃還選用了 藍色的人造石做呼應 衣櫃上同樣也雷射上 Ryan的專屬名字 一個屬於男孩的房間就誕生囉 所以我想今天各位 你看完了這個房子 如果你忘記的話 我再提醒你一次 它的坪數大概不到30坪左右 單房兩廳 然後有一個可以做6到8人的圓桌 然後有獨立的廚房 最重要是在這樣不大的空間當中 可以完成有古典的風格 有現代時尚感 這個融合的風格叫輕古典 所以單設計師打造的王伯 我覺得應該會很多人很喜歡 住在這樣的空間當中 謝謝 好嗎 那麼今天 非常謝謝單設計師囉 謝謝你 我們下次再見囉 謝謝